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BP上前两手我们还是针对了孟磊的两个能开育的英雄 然后第三手我们是因为不想给对面上单花木兰 然后禁掉了花木兰 这样我们李元芳和曹操是可以拿到一个的 然后对面一抢是强调了李元芳 然后我们这边是选到了曹操和不知火舞 曹操是比较强的上单 然后火舞的话是因为前面紧接着来玩了三盘 然后手比较热 再加上火舞这个英雄是比较适合我们团队体系的 然后实在就选掉了 在老帅连续三盘甘酱莫叶都输掉的情况下 第四盘是赛点了 但是在创严会法师还没有选择的情况下 我们都以为他的第五手会是甘酱或者是诸葛亮 但是他是选择了明月这个不能开锐的点 然后我们第五手补了一个孙上香 这个阵容我们打到后期是不可能输的 在前期的时候对面是准备入侵我们的南瓦夫 虽然知道对面前期是比我们强的 但是因为我们3比0了 然后打得也比较凶 然后当时是决定防守一波 对面有个张飞加了一个护盾 加上技能比我们多了一个治疗术 然后这波团没打过 但是因为是明月拿了三杀 其实是并没有什么影响的 中路明月只是让她发育更顺一点 在小龙团战的时候 我们露娜 曹操还有我已经都到达四级了 然后我们决定和他们打一波 虽然最后是以我们一换二结束的这波团战 但是我们感觉还是没有什么大碍 因为我们是后期阵容 在中期的时候对面创业会占着经济的优势来逼我们的塔 但是我们已经做好了用人头去换塔的准备 人头可以给对面 但是塔不能掉 因为有塔我们就能往后期更拖一会儿 因为对面的阵容比较缺伤害 我们阵容打到后期是不可能输的 在七分钟的时候 创业会准备强行逼我们上塔 曹操首先是想用命去换这个塔 结果就是对面因为伤害不足 加上老牛的二技能和大招用得比较精髓 最后对面是在塔下死了一个张飞 然后下路露娜是单杀掉了装周 然后这波我自然过来收掉了对面残血的杨检 打出了一波零换三 这波打完之后我们前期的烈士都被搬回来了 然后我们顺上枪的发言也很顺 然后紧接着在后面我抢到了对面一条暴君 然后我们这个后期阵容已经不可能输了 在最后一波团战的时候 对面的心态已经明显出现了问题 在张飞没有大招的时候 顶着我们的暴君RUF要拆我们的一塔 然后我和对面唯一的输出点 李源芳换了一波血之后 曹操绕后带走了李源芳 然后我们顺势一波团战零换五 然后一波带走了对面 然后快快快 不要急 第一波急 第二急 你过来一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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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KPL春季在这一路走来 其实我们没想到我们能这么顺利的拿到冠军 也没想到能够在 乔主赛的时候15连胜 因为我们是一个新队伍 我们能拿到冠军 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是非常激动的 这是我们在一起拿的第一个冠军 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拿更多的冠军 掌控全场我来开瑞 我是QGIP的Kat 我们下期再见